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一位变性人 而56岁的奥兰多是一家纺织公司的劳纵 原本没有生活轨迹的两个人 却在一个酒吧偶然相遇 最终马莲娜与奥兰多真心相爱 并且开始了同居生活 两个人着手规划未来 不过很快意外就发生了 在庆祝马莲娜生日的夜晚 奥兰多感觉身体不适 马莲娜赶紧起床扶着奥兰多准备去医院 不过当马莲娜锁门的时候 奥兰多下楼不慎导致摔倒 身上到处是伤痕 马莲娜也是吓坏了 赶紧扶起奥兰多去医院 虽然经过医院急救 但奥兰多最多因心脏病还是死亡了 此时马莲娜崩溃 赶紧联系了奥兰多的哥哥 于是故事也开始了 马莲娜本来打算离开医院 但被警察给逮捕 马莲娜也是非常郁闷 幸好及时赶到医院的奥兰多哥哥帮忙才结尾 奥兰多突然死亡 家人也是很愤怒 虽然医生诊断是心脏病 奥兰多认为是马莲娜导致的 于是一群人开始攻击马莲娜 首先是警察 虽然医院出事了奥兰多的死亡原因 但因为奥兰多身上有多数的伤痕 于是怀疑奥兰多生前被马莲娜虐待 并且开始调查马莲娜 奥兰多的儿子对马莲娜也是非常愤怒 人意马莲娜害死了父亲 并且要求马莲娜尽快从父亲的公寓搬走 奥兰多的前妻也对马莲娜比较气愤 认为马莲娜和奥兰多在一起就是一个错误 甚至拒绝马莲娜参加奥兰多的葬礼仪式 马莲娜一个跨性别的女性 对于奥兰多的家人而言 是畸变且歪曲的 认为一切的错误都是马莲娜造成的 马莲娜却深爱着奥兰多 决定争取自己与爱人告别的权利 最终马莲娜出现在了奥兰多的死亡葬礼上 不过却被奥兰多的家人怒斥 甚至奥兰多的儿子结识马莲娜 威胁马莲娜再去见父亲就要报复马莲娜 马莲娜也是伤心欲绝 电影结尾 马莲娜完成了自己的心愿 提前得知了奥兰多的火花地方 于是在奥兰多火花前 马莲娜见到了奥兰多的最后一面 最终马莲娜继续着自己的梦想 开始自己的歌手生涯 这部电影作为今年奥斯卡的最佳外语片 讲述一段跨越性别 却又生死离别的忘年恋故事 一部设计变性人尊严与权利的电影 非常精致细腻 全程绕角色转 兼具深度和张力 演员和角色浑然一体 由变性演员出演的这个变性角色 实在是太美了 不但同时兼具柔弱和坚强两种气质 而且把诗剧爱人后的悲哀 以隐忍的方式悬泄一空 喜欢的可以看看 电的名字 普通女人想看更多的好玩电影 感情观众信号迎战吧